释迦牟尼佛时代,许多贵族种姓妇女出家后, 深感自身的贪淫、称怒、愚痴种种习气都还没有消除。 她们便结伴向一位以正德阿罗汉国的威妙比丘尼去请教。 人的淫欲就好像大火烧着山林一样, 蔓延得很快,其伤害更是既深且广。 人如果单逆在淫欲里,随着岁月的滋长, 男女之间的情欲深重,难以割舍。 到了临命中时,已知堕入三恶去,无有初期。 那些贪恋家庭的人,因为贪着夫妻交合的感受, 以及夫妻间恩恩爱爱,一起来经营家业, 共享荣华富贵,追求世间至乐,而耗掉了宝贵的青春岁月。 面对生离死别,恋恋不舍抱头痛哭,肝肠寸断,痛彻心扉。 你们看看,这种身不可拔对于家庭的爱恋, 皆由妄心作意的缠绕束缚所致。 这种痴情义迷,实在是比关在牢狱里还要痛苦,更无法解脱呀。 我过去生长在一个婆罗门家,成年后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又聪明多才的青年,并且有了一个孩子。 后来,公婆相继去世,到我怀第二胎时,我跟丈夫讲。 我现在有孕在身,产期快到了,这里又没有婆婆料理,我得回娘家去,这样比较安全些。 半路上,我就生下了好多人。 。 孩子出生污秽满地,血腥里招来不少,咬死了丈夫。 我只好强忍悲痛,身背大儿子,怀抱婴儿向前行。 走着走着走着,一条大河横在矿无人烟的半道上,河水猛涨挡住去路。 。 我放大儿子在河边,抱小儿过河。 。 当放下小儿回来背大儿时,大儿子他自己跳下水来迎接妈妈。 。 这时,一个浪头打过来,大儿子被河水冲走,淹死了。 。 我回头又去看小儿时,小儿却已被狼吃掉了。 。 我悲痛欲绝,无奈孤身投奔娘家。 。 。 谁知娘家前些天失火,全家都被烧死,无一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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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已而改嫁 一夜 丈夫酗酒大醉后回家 我因生产的紧要关头 不能前去开门 帐子便发酒风破门而入 将刚出生的儿子说 然后 以苏油煎烤逼我吃下 我不开门 他便将我帮死你了 不可以 只好吃下刚生下的孩子 我事后越想越觉心酸 不久便逃到一个叫波罗奈的国家 靠在城外路旁的树下休息 当时这个国家 有位长者的儿媳不幸亡故 他儿子尝到城外祭奠死去的妻子 这一天 恰巧发现了我 便问我是哪儿的人 我把一切遭遇告诉了他 他十分同情我 没过多久 我再次和他结为夫妻 可惜 可惜 好景不长 长者的儿子不久 便得了重病 去世了 按波罗奈国的风俗 我必须陪葬 于是我作为陪葬品 被义气埋入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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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里 有一伙盗墓贼挖开坟墓 我得救了 这盗贼首领 见我长相端正 便娶我为妻 时隔不久 盗贼首领被捕获开头 他手下的贼人们 又以本地民俗将我第二次陪葬 他手下的贼人 三天以后 有野狗豺狼来挖坟吃尸 我再次得救了 于是我生生自死了 从前造了什么罪孽 使我短短失灭 遭遇如此苦难 死而复生 我应该依赖什么才能保全余生呢 这时我想到了佛陀 我来到世尊面前 江树所发生的一切 江树所发生的一切 得到世尊的同意后 我替法出家 调服自新 经济修持 正得阿罗汉国位 这才了解到 现世的种种苦难 都来自于我前世的罪过 请问 您前世犯下了什么过错 一直遭受这样的灾祸 你们仔细地听 在过去世 有一位长者 虽然财富无数 却无儿女 她便娶了一位小妾 生了一个小男孩 长者的大夫人极度心很强 心想 我虽出身贵族 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 继承家业 等这个孩子长大了 成了家里的主人时 家里的田舍财产 都变成在她的名下 我这一辈子辛苦 积聚财产 到后来 全都不是我的 大夫人怒从心中起 饿向胆边生 心里思量 不如早早把孩子杀了 一出后患 心意已定 她偷偷拿铁针 扎入小孩顶门上 铁针完全没入 让人无法发现 结果 小孩渐渐生病 数日内 就死了 小妾伤心悲痛地死去活来 怀疑是大夫人心怀极度 杀了她儿子 前去支援 如果我杀了你的孩子 就让我生生世世 丈夫被毒蛇咬死 儿子被睡淹死 被狼咬死 我将被活埋 自食其子 父母大小 全被大火烧死 你凭什么冤枉我 凭什么冤枉我 那时大夫人以为 没有因果报应 可曾经的毒种发誓 如今全都应验了 没有谁可以代替 那时那个大夫人 就是现在的我 今日我虽然正得阿罗汉果 恒时有热铁针 从我的头顶自入 足下穿出 我昼夜感受此苦 没有终结的时候 你是楽 expertise 没有生反 가져 真的是 Glen recovering 就是藝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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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és性性性性 一时入定 都正得阿罗汉果位 我们大家曾被淫于千禅不能自拔 今日有信德蒙尊者慈悲开导 让我们得以独托生死苦海 而到达解脱的彼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